隆起的额头翘翘的嘴巴 眼睛周围还有两条像眉毛的黑色纹路 它是二类宝鱼物种苏梅鱼 在台湾海域找不到30只 更看不到幼鱼 现在在屏东一间海洋生物科技公司的养殖池里 居然能看到这么多的苏梅鱼 简直是奇迹 今天我们苏梅鱼在世界上第一个牌包成功 苏梅鱼的学名是曲纹纯鱼 是世界最大珊瑚礁鱼种之一 因此又有龙王雕之称 外国则因为他高高隆起的额头像帽子 而称他做拿破仑 身形可达200公分 最长活50年体型庞大 个性温和是潜水客的最爱 早期香港人最爱吃它 也造成严重烂捕 被列为兵为鱼种 石斑大王戴昆才创办的海洋生物科技公司 花了六年的时间与学界合作 在人工环境中复制出如同海洋的环境 配合喂养适合的食物 终于在去年底成功繁殖出近3000尾的鱼苗 创下人工大量富裕的世界首例 遇到这条困难 就是你从野生环境到进来之后 它不适应环境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讲解了它的疾病 然后在产卵的时候 因为我们必须找出最适合它的额料 不论是种鱼或者是鱼苗 它长了吗 它六年才算开始成熟体系 比较好看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还有努力的目标 但是所以这未来需要很长的一个规划 没有这个戴昆才 香港人没有石斑一次 戴昆才二十多年前就成功人工繁殖老虎斑 龙胆石斑等高经济价值鱼种 外销海外 现在又成功赋予苏梅鱼 渴望扩大苏梅鱼的族群数量 永续繁衍的同时 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除保育管制 让苏梅鱼成为经济鱼种 加汇台湾的养殖产业 明视新闻侯明生陈子平 屏东报道